生活中可以发现有些人明明饭量也不多,在生活中也不喜欢吃零食,但是为什么会越来越胖呢? 其实这很有可能是吃胖在作祟,一般来说,导致人们吃胖的原因,大部分都是因为体内的湿气太重了,湿气就会让人变得越来越胖。 在中医里面有一种叫做失血的毒素,这种毒素会在夏季迅速生成,并且越积越多,这种毒素可以让人们的体重增加,除此之外还有很多腹下的症状,比如出口沾口渴,经历不济其实这些都是这种毒素所造成的。 在日常生活中有一种胖子是比较委屈的,因为就算是在日常生活中吃的比较少,还是会比较胖,这样就会导致身体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,还会导致穿衣服不好看,气质比别人差很多。 甚至这些胖子在日常生活中运动,节食,还有吃减肥药都尝试过,可是就是瘦不下来,其实有些人可能不是真的胖,而是虚胖,假胖,这一切都是湿气所导致的,人的外外可以看得见,但体内的情况却不清楚了。 比如说如果天气潮湿,又淋了雨,那么就会导致身体里面的湿气越来越多,如果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就坐不动,并且在夏季猛吹空调,熬夜还喜欢吃冰激凌,那么就容易会让人体的皮脚受伤,很多人都不知道,而人体的皮脂调节体内水分的搬运功。 如果皮脂,湿气就不能够及时的排出体外,就会混在身体里面,湿气积聚,造成腹部大肚胆,在腿上形成大象腿,这样就会让人感觉特别胖。 其实这就是湿气胖,体内湿气比较重,不仅会使人体发胖,而且不容易将湿气排出来,让人在减肥上觉得很困难,这是因为湿气会阻碍脂肪的残烧。 所以不去湿气运动,往往就会是被疯伴,如果要减肥,那么先从去除体内的湿气开始。 想要去湿气,平时应该少吃盐,并且保持一定的运动量,如果有条件的话,就可以自己做红豆一米汤。 这两种物质确实特别好,体内湿气比较重的人,生活当中应该少喝冰的饮料以及冰淇淋。 除此之外,还不要猛吹空调,这样都有可能会导致湿气进入到人的体内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稳气进入线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